最好味道 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块记录台湾 接着带您到台东路野 看看一位非常特别的人 他叫做李明皇 他的本业是塑胶设出工厂的老板 实在因为太爱台东了 就在路野买了房子 因缘际会地在当地做起冰棒生意 因为台东盛产水果 但是呢水果太熟 往往就会被果农丢弃 李明皇就特地搜购这些水果 做成鲜果冰棒 不但是真材实料 也帮助了果农 每一口吃起来格外香甜 而台东的这个冰棒 究竟是什么样的好滋味呢 带您来品尝 吃到百香的原味啊 台东的石家 赚 炎炎夏日来之冰棒暑气全消 但在台东的李明皇 吃他的冰棒不但消暑 还充满了分享跟友善 就是说你创造一个空间 让他吃冰的时候可以静下来 好好看一看环境 然后跟朋友聊一聊都好 我想我们有一个好开玩笑是说 喝咖啡会被人家尊重 给你一个位置坐 那我觉得吃冰棒虽然很本土 它也应该要受到一些善待 认真看待吃冰棒这件事 李明皇特地把住家二楼 打造成半露天的空间 大片的都兰山美景 尽收眼底 分享冰棒也分享美景 半露出家做冰棒的李明皇 在台北是塑胶设出工厂的老板 因为喜欢台东的山水风光 六年前买下这栋房子 每天家门口都摆着许多邻居 送的水果 追问之下才知道 这些都是农民的无奈 有一些互动以后问他说 需要买就买 你不要一直送 但是他的回应是 让你觉得很讶异 竟然这些东西不吃就是丢了 原来有熟透的水果 是离不开台东 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在都市 是不知道的 所以才想说如何把这些东西 能够再做更有效 它价值的利用 就是这个发想 让李明皇一头栽进冰棒事业里 老板好 老板好 是 现在收 是都差不多收到什么厅度的熟度 我们也八九分之类 八九分之类 一般来说果农交给盘商的水果 大都是六七分熟 因为要加上交通运送的时间 到市场手里才会刚好 如果已经达到八分 很容易就会腐烂 成为果农的心头大患 而鲜果冰棒最需要的 就是这种正熟的水果 香气最浓 甜度也最够 李明皇的出现 正好解决了他们的难题 以前软果的话没有办法放嘛 就是送亲戚朋友吃啊 不然真的就是没办法 就是往田里丢啊 当肥料啦 现在李老板来找我 我很高兴啊 他多个通路给我 我为什么不要呢 比手掌还要大的世家 轻轻一拨 露出的香甜果肉 正是最好吃的熟度 你看 这个就是在地的幸福 老实讲我在台北 吃到了四家 没有这边好吃 在这里直接熟成的水果 其实是最好吃的 但是熟成对他们来讲是困扰 因为离不开台东 运送有困扰 友善的交易 让这些正熟的世家 经由人工挖下果肉后 只加水和糖 做成原汁原味的世家冰棒 边吃还得边吐籽 结果有籽之后 有点乐趣 还要吐籽很好玩 除了世家之外 台东出产的脆梅 凤梨 洛神花 柠檬 百香果等等 全都做成了冰棒 就像是把新鲜水果 封存在冰棒中 吃冰也是在吃水果 洛神花就跟一般的那种蜜饯 不太一样 因为它平常一般的那种蜜饯 吃起来的感觉就是 就是它上面会撒一些糖 可是它这个吃起来咸咸的 但是又不会很腻 第一次吃它就脆梅 我觉得它脆梅就很浓郁的感觉 然后才吃得到梅子脆脆的感觉 你跟这些人当了好朋友了吗 你觉得你跟朋友的相处是 看到他们的困境 能够有一点能力 多一点帮忙 就尽力而为 充分着分享和友善的冰棒 咬下一口 满满的台东滋味 格外香甜 台东冰棒好吃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